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取出了十个卵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数量 今天下午他们将被受精 明天你会通过电话 从实验室得到卵子受精的信息 然后我们将在第五天再见面 当时你将接受胚胎移植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目前一切都清楚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十个卵子太酷了 第一次尝试是我们只有三个 这真的太棒了 现在我们只能等待并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们是真正的超级团队 但现在我们需要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 是的 等待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我必须承认 思绪和恐惧不断浮现在意识中 最困难的部分是等待积极的结果 当父母期待时 当你自己期待那个期盼已久的孩子时 这是最艰难的时刻 我和待遇妈妈一样 有同样的感受 一方面我害怕 因为我担心分娩会不会顺利 另一方面 这是纯粹的喜悦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宝宝 在制作这部电影之前 我们陪同摄像机的奥地利夫妇 还在等待 或者说胚胎会不会着床 终于在怀孕测试上 出现了那两条期盼已久的线 我认为 很重要的是要谈论 未实现的生育愿望 当时我无法想象 有多少女性或夫妇 正在经受痛苦 我当时想 天哪 我多么孤独 我完全不正常 我很奇怪 人们总是认为 要生孩子很容易 但是如果稍微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就会发现 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无法理解 有多少女性存在 有多少夫妇 正处在我所处的位置 但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无法在街上认出 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夫妇 他们的额头上 没有不孕症 诊所的标记 你是其中的一员 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邻居 他可能没有告诉你 你的同事经常请病假的那个人 这在人们身上看不到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孩子 但还没有实现 只需鼓起勇气和伴侣 一起去不孕症诊所 因为他可能会成功 只要你坚信 并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要让自己被击败 请不吝点赞订阅